雨傘當拐杖換上輕便球鞋 經濟部長王美花摔跤扭傷腳踝後 首次到立院備詢 看起來沒大礙 只是當天被送到急診室 有網友質疑占用醫療資源 那一天我去急診 那一個急診的地方看起來是還好 也不是排隊在做PCR 完全不是這樣子 王美花腳還沒痊癒 政策又被打上問號 日前經濟部祭出餐飲業行銷補助 凡是有實體店面 而且有稅及登記的餐飲業者 在6月15號之前提出行銷方案 最高能領10萬元 不過商總統計 5月餐飲業業績跟3月相比 衰退40%到70% 旅行業跟遊覽車業 更是高達90%以上 建議政府先給補助 再來談行銷比較實在 那我們現在是用跟病毒共存 然後大家要過正常的生活 所以這個情境完全不一樣 但是在今年5月初 這樣疫情變多了以後 我們就非常快速的跟餐飲業 來溝通來交流 除了餐飲業 中油壓力同樣不小 為了穩定國內物價 光是吸收漲幅 已經虧掉750億 超過資本額一半 不過發電用戶 天然氣價格 3 4月份已經上漲10% 5月更調到20% 6月恐怕要比20%更高 才能彌補虧損 5月份就已經有上漲20%了 所以不會再上漲了 應該是會在每個月 會看它的成本的價格的部分 以每個月的成本 未來會不會加大天然氣調整幅度 經濟部恐怕還得考量台電承受能力 才能電頭大應 金融業的劉瑞 蔡方報導 打開展示範定 就是最大的 努力 支持你 建立馬居